这些年 看到一些好的象 气象 国家 逐渐重视 传统无魔 重视 伦理道德教育 这好死去 可是 真正要拯救这个世界 道德教育不够 为什么呢 道德教育 只能够恶缩好人 善人 道德有用 他不好意思 作物 自己有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言行 道德可以规范他 可是 一般人 规范不了 高明 厚利 在面前 他把道德忘掉了 他敢作 敢为 如果他懂得 英国教育 他真的不敢 敢了 这也就是说 拯救今天的社会 主要要靠什么 要靠英国教育 把三十英国 讲清楚 讲明白 首先告诉他 现在 科学证明 我有一个同学 报纸上 捡了一块 送给我看 量子力学家 发现了 有科学的证明 人死了以后 意识 还存在 没有死 所以他的意识呢 会 生活在 另外一个世界当中 这就是佛法讲的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是古印度 婆罗门教所讲的 他是真的 不是假的 释迦牟尼佛 肯定了他 为他做证明 那为什么 佛弟子们 在禅定当中 见到 肯定 可以突破 空间的 维持 他给我们是 不同空间维持 只要你能够突破 时空的界限 你就能看到 所以他真的 不是假的 佛在经典当中 对于六道轮回 因果报应的事情 说的很多 找你 我一个同学 江一子 是个画家 那现在是名画家 我又请他 画了一张地狱变相图 他用了一年时间 完成了 对一张图 对一张图是以 道教的 玉璃宝钞 做地本 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 画得非常之好 这是无量功德 我们也 我们也欢迎了很多 作为礼物 送给一些国家 大学图书馆 去收藏 博物馆里面 收藏 还有一些 国家领导人 那之后呢 我就想起来 佛经典里头 一定有很多 我找了几个同学 去查 去翻大桑几 果然没错 我找了几个同学 那他们在大桑几里面 找到有二十多种 经典里面 讲得很详细 统统把它抄出来 印成一本 那我给他定了一个名字 诸经 佛说 地狱 极药 二十五种经典里面 佛所讲的 讲地狱的状况 统统汇集在一起 我就希望 将来有年轻的画家 再画一幅地狱 变相图 可以依 佛经的 这个经典 来画 那么佛经 今天跟道经 道教的经典 比较的时候 有一点差别 道教里头 有很多地狱 说的很详细 什么因 没有说清楚 那么佛教典籍里头 这一部分 有比道教讲得清楚 什么样的因 会有什么样的果报 是非常好的 也不说 我们也是大量 印出来 人要是真正知道 三世因苦 不但他不敢做坏事 他就不敢起心动念 想这些 邪恶的东西 为什么 齐心动念 都有果报 何况 你就找出 看到将来的果报 可怕 自然他就收敛了 不敢做了 所以说 道德 令人 修于走 因果 叫人 不敢做 那么 今天社会的 这个重病 实实在在说 因果是最有效的 一副药 一定要大力的 提倡 今天 有台湾 华藏卫视的 谢总 来讨论 来讨论 我告诉他 这段事情 但是他们现在 有在讲 感应片 我说一天 我说一天几个小时 他是一个星期 一个小时 不管用 我告诉他 一天 讲一个小时 都太少了 无济于四 这个英国教育 一天 至少一天 要讲四个小时 天天讲 重复的播 它才会产生效果 一个星期 一个小时 没用处 所以我希望他们改进 这真正是 旧事情 电台上 每一天 有四小时的播放 英国教育 旧事情 念阿弥陀佛 也是旧事情